说起文章 权力的游戏中七大王国的族徽 以及霍格沃兹四学院的院徽 都属于文章的一类 我们并不会感到陌生 文章是在西方世界 尤其是欧洲 极为盛行的一种文化符号 它呢不仅具有传统的象征意义 而且一些文章里啊 还包含着很多的隐藏信息 英国有种专职人员叫文章官 他们很多人可以说是博古通经 至少要特别熟悉西方的历史 这种熟悉呢 不仅仅是了解宏观上的历史走向 他们还需要具体微观到 某个贵族家族 甚至是其中的某个成员啊 他身上发生的故事 除此之外 文章官还必须精通 礼仪和一些上流法则 因为他们经常作为顾问 出席一些正式的典礼场合 这一是说明啊 文章在西方世界的重要程度 二是说 这文章蕴含的深层价值 现在呢 对文章的研究 甚至发展成一门专业的学问 文章学 简单来说 文章的作用之一呢 是使用不同的图案 对事物和人进行区分 几个世纪以来 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国家 将文章学发扬光大 文章呢 也就成为贵族歧视 权贵的专属代名词 普通人民获得王室赐予的文章 一度啊 被认为是至高的荣耀 不过 随着时代的进步 文章逐渐从神坛下来 变得平易近人起来 如今在欧洲 上至国家政府机构 下到路边的小面包店 都可以看到文章的出现 中国很早就有属于 我们自己的文章 比如图腾 图腾里面蕴含着 古老的华夏智慧 西方的文章 其实和图腾一样 不要小看着没会章 里面蕴含着某个家族 甚至是某个国家民族 背后的历史和文化信息 解读起来 真的让人费井往事 特别有意思 本期我们先借一块 著名的文章 来熟悉文章的 基本构造和排列规则 了解文章的第一层含义 血统与荣耀 这次借来的 估计是目前 最珍贵的文章之一了 英国的皇家文章 它的拥有者是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 在公民的护照 英国的一些大教堂啊 法院等政府 机构都有这枚文章的出现 它就是女王的象征 这块较为复杂的文章 几乎含括了大部分 重要的文章要素 各个元素背后 还蕴含着丰富的大英帝国 甚至是欧洲的文化信息 特别有研究价值 在解读之前 我们首先要把文章 分为血统和荣耀两大部分 集图中内缘包括的盾牌 我把它叫做血统区 和两元之间包括的其他所有要素 统称荣耀区 首先我们来看血统区 血统区仅有一个元素 极为盾牌 也是整个文章最核心的部分 在古代欧洲战场 士兵战斗时 一手持盾 一手持枪 而且那盾牌特别大 交战激烈时 就面临着难以区分 敌方还是我方的问题 后来人们就想出办法 给自己的军队 设计一个专属的图案 刻在士兵的盾牌外面 交战时 看到对方手持的盾牌花纹 和我方的不同 就说明他们是敌人 就能起到一个区别的作用 这就是传说中文章的起源 因此 后来演变成贵族身份的象征时 男士所佩戴的文章 是象征骁勇与守护的盾行 而女士的文章 一战前原本是椭圆性 但由于不太好与男士进行区分 因为也有椭圆性的盾牌啊 再加上 当时人们有一种厌战情绪 于是像钻石一样的优雅灵行 便成为女士们的专属文章 但英国女王这枚文章 却是顿行的 在女王登基前 还是公主的时候 她的文章是灵行的 只是在变成女王之后 文章也随之变成了顿行 其实也很好理解 作为女王 自然肩负着守护子民的使命 除此之外 王妃凯特和梅根的文章 也是顿行的 情况又有些特殊 因为文章的复杂规则 这里暂时按下不表 我们继续来看女王的文章 为了便于解读 我们将盾牌简单化为四个部分 进行编号 灵性也是一样 之后为了方便 除非特殊强调 我说的盾牌 就是包含了女士灵性的情况 这里再插一嘴 结合我刚才讲的文章起源 盾牌其实是展示给别人看的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是盾牌的外表面 我们视线的左边 其实是盾牌的右边 学术语称作Dext 但为了避免歧义 我之后提到的 所有关于左右的方位词 都是基于我们观众的视角 即左边为编号13的区域 右边为编号24的区域 排除歧义后 我们还要摸清楚 盾牌持有者的继承权问题 盾牌继承权并非男女平等 拥有继承权的子女 可以把他们的盾牌传给下一代 但是没有继承权的女孩 不能传递盾牌给她的孩子 盾牌象征血统 这就是我将盾牌 命名为血统区的原因 这对贵族来说非常重要 总观欧洲史 说是家族联姻史也不为过 盾牌上不同的花形排列组合 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表示 持有者的家族血脉 举个例子 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 四分法这种简单的 盾牌花形变换规则 首先 我们要记住四条口诀 口诀一 男主外女主内 口诀二 有男不穿女 母不穿子 口诀三 一二三四男士优先 口诀四 女子婚后 二选一 假如《红楼梦》里四大家族也使用文章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甲谱 荣国公 甲戴善和甲母 生了两男一女 大儿子甲舍 二儿子甲正 女儿甲敏 此处需要注意 甲母不姓甲 甲母姓史 根据口诀一 男主外女主内 说的是象征二人婚姻的联姻文章上 甲母的文章图案 印在里面的小盾牌 而外面的大盾牌 印着甲戴善的图案 就像男主外女主内一样 根据口诀二 有男不穿女 这句话指的是 甲家文章的继承权 传给两个儿子 甲赫和甲正 而且继承权是一样的 没有顺序差别之分 而女儿甲敏 不能获得与哥哥们同样的文章 只能佩戴父亲的文章 而且没有继承权 后半句母无不传子 意味着没有继承权的甲敏 不能将文章传递给她的子女 再看口诀三 一个四等分的盾牌 通常来说有位置尊卑之分 但这种区别不大 也并不是贬义上的尊卑 其重要性按照一二三四 降续排列 而且按照男士家族图案优先 放在一区 其次母亲图案放在二区 然后父亲图案三区 母亲图案四区 按照这样的规则 就可以排列出属于儿子的寻掌 这里千万注意 母亲拥有继承权 才可以传递图案给儿子 没有则不能 我们继续来看贾敏 贾敏后来和林如海结婚 有独女林黛玉 由于贾敏没有文章的继承权 不能把贾父的图案传递给女儿 因此林黛玉的文章 只能获得其父亲林如海的图案 但林黛玉是具有继承权的 因为他没有哥哥 如果没有哥哥 父亲的继承权就会传递给女儿 最后来看口诀四 女子婚后二选一 指的是女士结婚后 可以选择继续佩戴原来的家族文章 或者是佩戴象征婚姻关系的联姻文章 此时贾敏呢 就可以选择继续佩戴他父亲 贾代善的文章 也可以选择佩戴他与林如海的联姻文章 在了解了简单的四分法继承规则后 让我们回归女王的盾牌文样 英国王室的文章有其特有的规则 盾牌的一区和四区重复 代表英格兰 二区代表苏格兰 三区象征北爱尔兰 一四的图案重复是由于在排列时 一共三种图案 按照英格兰 苏格兰 爱尔兰的顺序排列之后 剩下的四区只好再次填充一区的英格兰图案 英国呢大致可以分为四部分 英格兰 苏格兰 北爱尔兰 以及威尔士 之所以威尔士的象征 并没有出现在英国皇家文章里 官方给出的解释是 由于在签订联合协议之前 威尔士便归属于英格兰 这是全国上下都无可争议的一点 因此无需特别体现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英国女王不仅只有这一枚文章 比如在苏格兰 她就使用另一枚苏格兰专用文章 对比两枚文章的盾牌 我们可以看到 图案的排列顺序明显不同 而且苏格兰的盾牌上 象征着苏格兰的图案 在一次区重复两次 可见文章的排列顺序 有一定的主次区分 至此呢 女王文章的血统区介绍完毕 由于时间关系 我会分为下期介绍 外缘部分荣耀区的其他元素 相比其盾牌有些枯燥的排列规则 荣耀区的象征含义会更加的丰富多彩 再结合相关的故事背景 会更加具有趣味性 谢谢大家